好,那我们呢就时间,时间非常有限,两个小时,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就是很特别,其实这个是从上学起,我们刚遇到院长呢,就一直跟我们一起上那个中国禅思想,那在有一次的时候呢,院长直接看到我们研究生的一个研究,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 问题,所以他就分享了这个社会学门的提案,就是计划,科技部的国科会的计划案,要怎么样的一个,才是胜数,所以那个也会帮助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哪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思想,有一些问题的意识, 但是这个部分呢,今天呢就是请我们专家,我们院长,非常年轻就获得,就获得那个教授,郑教授,所以一路那个,他整个学术的那个,非常的快速,那这个快速当然不是说,好像一下子就可以登天,而是,我觉得是在他, 他自己的一个智慧也很高,然后再加上自己真的非常,在学术上呢,非常的努力,所以努力,然后加上自己的天赋, 那加起来就是一个成功的胜利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院长呢,又,又,从学术呢,转向修道的路上,所以这个,跟我们宗教授的因缘呢,就,就越来越拉近了, 因此呢,我们在上学期呢,我就已经跟院长约定,那今天,其实他也有必修的课程,可是为了我,为了我们,他就把他,在大学部的课呢,先请了夜市上课,然后来把这个时间呢,贡献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热烈欢迎,院长。 好,那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他,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好,谢谢院长。 好,那我先把那个,那个,那个,关掉了,快点等一下进去那里,东方。 好。 我想非常感谢这个,决定所长的邀请,也让我一个,这个,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一个机会,刚刚决定所长讲这个,真是太,太,太,太褒奖我了,其实,我,我个人是,35岁的时候,在去念,在去念,在去念博士,对,但是我,回想起来,我非常, 非常感谢我当时的,弄的指导老师,虽然他已经,呃,前年吧,前年他就,70,70左右就走,接下来看,是有点年轻一点的,啊,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我当时,写完那个博士弄的大章交给他,哎,他,他写了一张A字,找我去讨论,啊,第一点,他说,你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资料都收集齐全了,这个很好,第二点,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第二点,他就这样讲,接下来写一大堆,所以这个指导的过程里头,将近快,两年半我毕业,啊,其实,好几次中间, 和老师有问我说,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的指导方式太严格,你其实可以选择不要,就结束这样的,啊,实际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我真的是压力很大,所以,多次的不断的摸索,尝试,哦,后来有突破,后来也是因为,感谢当时周老师的,这个 严格的要求,这个可以要不要再放大一点,OK,好,谢谢,所以,也就是当时老师的严格要求,不断的把我推荐,也让我后来到了南华大学,其实我到南华大学的时候,年纪不小,已经都41岁了,但是我进来之后,我是五年后生的副教授,在五年生教授,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 那这过程里头,真的是蛮辛苦的,我想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国科会,这是算我们,传播学们的一个,算学术业大佬,他现在也退休了,他过去在审查这个国科会的这个研究计划,他说他大概阅读了50份,50份,300份的审查意见,然后他总结这些来看,到底我们要做提案, 其实我大概会讲,这个提案事实上就是在讲,各位同学的前三章就对了,就是你第一章,你的问题意思是什么,那你的研究背景怎么铺陈,你的研究的动机是怎么来,你的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这大概是第一章,那这个就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会探讨,你的文献探讨到底要回顾哪些文献,那最后大概是研究方法,所以这个是一个 论文基本的,就是如果现在贵所也是都是前三章的时候要来一个口考嘛,对,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样,就是大刚口考的时候,你怎么去想题目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来看看,他说,评审大概看到最多的提案就是,问题意识很模糊,你的问题缺乏创意, 还有你的文献不全,或者是没有评数,这个没有评数,我们也会来提,还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没有分析研究问题,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他这边,提案,提案,这边,OK,他说,提案的高下,重点是说,有没有创意跟贡献, 但是因为你提案的时候,你前三章,就像你前三章口考的时候,就像你成果还没有出来嘛,你分析还没有出来,那你怎么去说服三位平身者接受你这个大刚呢,觉得你这个研究问题可以执行下去,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怎么样去定义跟发现研究问题,这个是蛮重要的,定义跟发现问题,然后这边就这个重点来了,就是说,很多人在写前三章的时候,很多大概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问题是怎么来的,或这个,怎么样从某个角度去切入这个东西,他琢磨得比较多, 大概在,我直接到这边,从这边开始来跟大家更清楚的讲,就是说,学术研究其实我们在处理的问题,本身啊,本身事实上一开始结构都是比较模糊的,像我待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中美合拍店这个,中美合拍店这个提案,当时我也是觉得说, 这个中美合拍片现在有人在,有没有人在研究,那我当时看是,好像是,研究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整个的情况其实都不是很清楚,都还在一个很模糊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去做一些定义的澄清啊,你要发现你的问题的所在啊,这个就是一个,研究的一个要点啊,我大概这边先讲一节之后,再回去看我那篇文章,这样同学可能会比较清楚啊,所以,研究有没有创意啊,大概也就是,问题发现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啊,关键的所在啊, OK,那这边他提到啊,就是说,呃,这边他提到,如果是看论文啊,已经全部写完了嘛,所以,评审大概可以从你的成果跟发现,来判断你这个有没有创意,但是,如果是写前三章的时候啊,你其实还没有具体分析,也没有成果,所以,你怎么去界定问题, 你发现你的研究的取境,提出分析的架构,这个就是变成评审主要的一个,评审的一个依据啊,所以他这边有提到,这边有特别有画的啊,他说,研究计划的背景啊,要详细的这个这个交代,研究计划的背景,你的目的,还有你的重要性跟国内外有关本研究计划的情况,还有重要常常文献的评数等等啊,那这个跟, 定义跟发现问题是有关的啊,那文献的目的也在提出,研究问题的知识的基础,那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在呼吁研究的问题啊,看看你是要用什么研究方法,比如资料,收集跟分析资料的一个程序啊,OK好,那接下来,我大概就按照这篇文章啊,的前三集啊,第一个就是来看,研究问题啊,那研究问题啊,那研究问题,我们如果回到,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是在呢,是在呢,是在,这个导,这个,OK,OK,OK,こう,OK,好,就是这里是可以切换的, 我刚才跟大家讲 一开始它的结构定义 事实上是很模糊的 比如说同学 就是说 我最近假设 我为什么会想写中美的拍片呢 可能一开始 研究发想的原理是说 我最近是看了一部电影 比如说 面纱 公务之王 变形金刚等等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我大概得到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这个一开始以为可能是美国片 后来再仔细的研究一下 不是 这个是中国跟美国的合拍片 中国跟美国合拍片 所以有时候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跟老师讲说 同学你想要写什么论文 研究生不会说 我要研究这个中国电影 这个真的是太 这简直是不知道老师要怎么跟你对话 当然老师多数都有爱心 同学好 那中国电影这个只是你的一个兴趣而已 只是你一个兴趣 那你要讲那中国电影 你觉得现在中国的特色是什么 然后说不定同学就说 我最近看了一个中美合拍片 老师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 那我们就可以来查资料 这边这边就有资料来看 他说这个中国的广电集 2001到2005中外合拍片的这个数目 大概551部 那么其中中美的合拍片最多47部 47部 然后他说随着美国本土电影市场萎缩 中国大陆电影过去走向国际市场的需求之下 再加上这种中港中台合拍片越来越少 中美合拍片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 这感觉好像稍微有点聚焦一点 本来是从中国电影 那现在是到中美 这个中国跟中外的合拍片 那现在又进一步到了中国跟美国的合拍片 好了 那你跟老师说 老师我想要研究中美合拍片 那同学你觉得这有问题意思吗 还是没有啊 还是没有啊 你只认中美合拍片 那中美院有什么值得你来探讨的地方呢 好那我们来看 对 这是大饭碗 对 对 就是说你可能对中国跟美国合拍片 你觉得这个蛮重要 因为他这里提到 这个已经未来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 你觉得是蛮重要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 要来了解一下 那中国跟美国合拍片 到底到底有什么样的值得你研究呢 好那我们这边就提到了 就是说他这里就提到 电影之间的交流 长期以来也扮演了国跟国之间 文化外交还有软实力较劲的一个困难 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感觉 好像说知道我要研究中美合拍片 是因为好像中国跟好莱坞拍这些电影里头 他们也经常在电影里头一些情节 好像是刻意去 怎么讲 中国可能会对美国会稍微比较负面去看待 或者说美方也会研究 看中国的形象 比较负面看待 还是说会比较正向的去看待 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合拍片 到底是变成是双方出现的形象都越来越好呢 还是双方其实并没有因为拍了这些合拍片之后 导致说这合拍片里头双方的形象都不错 这个其实你看完之后 你看到这个文本之后 你其实开始应该有一些模糊的意思出来了 那就是刚才那个钟教授讲的 其实学术的一开始的问题 都是有一点模糊 有一点模糊 那现在我们哲老师要协助你 就是要把这个很模糊的一个研究的兴趣 一个问题 你慢慢慢慢要把它聚焦下来 那我们就回到这边 那这边也提到就是说 电影中最能够呈现这种跨国的文化外交 软实力的较劲 就是说是合拍片 这个当然我们是有所本 这个张巡 这边这个有引这个出处 那所以这个他的合拍片的数量 这个因为这个 这个这是我一个科技不提法去改写的一篇文章 大概快十年前 所以那时候2012年 他合拍片的数量占每年国产变态10% 现在更不止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官方也注意到 电影是可以去作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就对了 所以后来他们还去成立这个集团 然后希望他们的电影能够推中国电影走出去这样子 所以我这边就提到既然中港中台它是商业考量比较大 对推销中国形象传播注意不大 所以就变成说中美的拍片就成为国家塑造 塑造中 国家形象铸造跟中美文化外交争霸的主要产业 中国大概在弗鼎刀那个时候 就在全球都在强调这个大外宣的战略 包括像在纽约那个时报广场 他们不是那时候有推那个 有一个那个打篮球很有名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姚敏对不对 他十来年简直后 中国就大幅的在全球去推销他的一个好的形象 那核拍片也变成是他们一个要推销 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这样 OK好 那我这边也提到 中国已成为北美全球第二大的电影 电影市场 而且有人预测说中国到2020年 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那我这边的这些铺层 包括好莱威为什么要跟他去积极的合作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这些我都不一的讲 但是这边我只是在做研究背景的铺层 重点就是说 同学里面在第一张 事实上就是提案的时候 第一张的提案之后 你要不断的去论述 不断的论述你这个研究问题是怎么来的 像我们现在大概是有了 这边你看大概背景就是说我们提到 这个核拍片是一个文化外交的一个较劲的一个平台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中美核拍片 它大概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也提到中美核拍片是未来中国电影的主流 我们这边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好莱坞要跟中国来做核拍片 这边我们都提到了 这边我们也提到就是说 那么中国为什么也要跟好莱坞来核拍这个合作 核拍片 那接下来我就提到了 像这些事实上都是研究背景的铺层 所以研究背景的铺层你在写的时候 你其实围绕着你的主题 你不断的去论述 不断的论述中美核拍片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相关的数据都找来 去跟你的指导老师去反复的论述 我这边就有提到 所以如果说你这里你也不写说 中美核拍片现在是不是中国电影主流 你都不提 你也不太提说 这个中美核拍片是未来 是中美文化外加争霸的一个场域 形象 国家形象的这个塑造的一个重要的天单 你基本上这边不提的话 表示什么 你的问题意识很模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研究这个中美核拍片 是要做什么 那这些东西要靠什么呢 就是靠先阅读文献 阅读文献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同学也会问说 那阅读文献要阅读多少文献 那就涉及到你概念的定义要很清楚 我这边是界定就是中美核拍片 所以我是不是把中港跟中台 我就把它拍除掉 你就不要再去读了一堆 因为我以前过去指导的学生 过来那文献探讨 写到包山包海 我说同学你不要 你这个同学 写那个文献探讨 写第三章 写了将近快五十页 我说你太认真了 但是同学你写这些都没有用 因为这跟你的研究问题都没有关系 这些问题就是说 他说感觉像写不是这样更周全吗 我说不是我们是要看你第四章 你的分析有意义就值得 你不用写那么多那些文献就对了 你要写的我待会提 一定要跟你论文有关就对了 好那研究背景的铺陈这边 我们就来 这边就慢慢我们要 有看到问题意思要跑出来了 那么这个中国的学者就开始讲了 他就说 这个中美核拍片 他会不会拍了之后 因为这个好莱坞的身份 这个面向 没有错 某方面来讲 电影好看 因为好莱坞技术 电影变好看了 但会不会变成说 是 在好莱坞的这种模式 在传绕美国的文化 所以变成说 中美核拍片不是美国走进中国 变成是美国走进中国 而不是中国走进世界 因为你本来跟好莱坞合作 你想要 因为好莱坞为什么能够走入世界 因为好莱坞在全球 有它的那个院线的王 全世界都有啊 像我们中国 我们台湾后来也是交入WTO之后 就两边有谈判嘛 谈判就是我们每年 要可以进多少好莱坞的片子 那中国也是一样 在2000年 中国加入WTO之后 他们也是跟他谈判 影视也都有谈判 就每年可以进多少 那当然有些国家是 跟美国是没有 因为像伊朗有可能会 好莱坞变里边进去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对啊 那绝对是不可能 那进去的还得了 那整个进入它的价值就对了 华莱坞跟STARTUP非常有趣的 对对 全球化 全球化 对 让全世界接受的一个供给 对对 特别是这个 华莱坞就是一个软石壁嘛 所以我们要长期来看 像NEXT YEAR里头也是一大堆啊 看了之后 就会 你对美国的影响都是比较好吗 那是不是如此 未必啊 对必啊 那就是这个软石壁 软石壁影响是真的是很可怕啦 很可怕 好 那我这边也提到 那这个美国一个学者 他也讲说 那这个其实也还好 他说 好莱坞可能也会照顾 中国观众的群聚 为了跳吧 对中国国家形象 应该也会好转 也会好转 也会比较友善 比如说他提了一个例子 他说公共熊猫2 跟2012 他就说这个是好莱坞成功把中国元素吸收整个形象一个比较正面的中国形象 OK 那我这边在研究背景 你看我也提了两个 一个是中国学者 中国学者有担心 美国学者说好像还好 如果我们一般写个小文章 写个评论文章 可能就引用这几个人画 就好像就写个小文章 所以小文章这种东西 你说客不客观啊 事实上就不太客观了 因为他只是这个人 这个学者讲的嘛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引发我的研究动机了 然后我说那么上述中国学者很忧心 中美和派变会变成好莱坞的模式 然后用西方的观点去去去去去去解消解中国的历史的话 好 然后美国的学者是说 哎 既旁大的中国电影电影市场的利益会越来越友善 有善 所以让笔者 笔者 这个就是我的研究动机了 那笔者对于中美的究竟 传达什么样的中国形象 我就深感好奇 这也就是引发我的研究动机了 所以这个当时科技不具合的通过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边在续学的时候 应该有说服我的评审 有说服我的评审就对了 而且那时候 那时候十年前嘛 做这个研究好像没有嘛 如果有人做过那当然还会 还会给我前来去执行这个计划 所以我写到这边我的研究动机大概要跑出来 那前面的部分大概就是一个研究背景的铺乘 所以你研究背景的铺乘 就像我刚刚讲 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的 你去点出中美合拍片的一些背景的资料 就是说它现在是中国电影的主流 这我会点出来的 第二我强调它对于推动 这个跨国之间的一个文化的较劲 软实力的较劲 合拍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所以这表示什么 我的研究最常选择是正确的 那这都还不够 这还不够就是说那到底好啦 那你说中美合拍也很重要 那当然你要研究中美外面的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是 我们大概研究就是用文本来分析 如果说你要研究产业面的话 那当然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研究 如果说你要研究产次面 那就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研究方法了 不一样的研究问题是 你可能要去访问那边的 业界的业者等等 去谈这个 那难度太高 一般学术界大概 很难去做这样的研究 大概只能做国内的产业 包括如果美国的产业 或者是大陆产业 一般都很老 很大陆产业应该跟他访谈 他不会接受你访谈 很难就对了 大概都做文本的分析 那OK 到了这边 到了这边 我的研究动机 我想我也交代了 OK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概我们就来挑 这个研究的对象 那我后面还会再讲到 2001年 为什么是2001年 那是因为是 中国加入党体 这个选的时间点是在 是在这个关系 那接下来是到我那个时候 我发表的时候 2015年 后来因为执行案子也通过之后 又过了一年之后 我在发表的时候 又再改写 因为又过了一年多了 过了快两年 过了两年 过了两年执行完 然后我又增加了一些片子进去 然后我后面也会提到 我就说 我这边先给同学看好了 我的研究对象 大概是这样 那个时候这个真的是有科技部计划的支持 才有办法这样弄 第一个我就请我研究助理 他先收集 就从2001 我这边看 我这边为什么挑2001 还有包括加入党体 这边 研究对象 OK 应该是这边 研究对象这边 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第一个还是要对中外核拍片 我们还是做个定义 就是说 为什么是挑2001 2001 那是因为这些元素 在这边 这个我就不一一讲 这边 我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2002年怎么样怎么样 我都把这些背景都带出来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挑2001 好 那我接下来从2001年到那边 我请那个学生 那个助理去找 总共挑了47步 那请问我47步都要执行 我一开始说 天啊47步 那先生问我说 那时候我要提案的时候 那几年都有案子 所以他挑说有47步 那我就说 好那你先去帮我找那47步 大概他的 是在演些什么 我不可能一开始全部都看了 我们就先把47步的电影的情节 我们大致上去了解之后 我发觉 原来是这样子 有些电影 他是中美核拍片 他可能就是 只是出之方 有中国跟美国而已 那里面都没有 要我们要的 就是要有东西文化 这个 我们后来是挑这个 你一定要有 有东方跟西方 中国跟西方的文化 这种交融这样子 比如像那个 这个公公梦 这就是演一个 美国黑人的一个小孩 跟他妈妈 他妈妈好像离婚了 带他去北京念书 他不是被中国一些小孩痛打吗 后来拜陈龙为师 这大概十年前的电影 那这个就是有西方跟东方的这样子 陈龙就很有 对 对 所以这样挑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就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松了一口气 剩八户了 蛮开心的 蛮开心 这是一种过烈 这一种过烈 不断在聚焦 不断在聚焦 OK 像这个 神鬼传节钢铁人这个面纱 我们都去看过 还有这个 这个是 李连姐跟谁演的 杨子琼 对吧 对对对 他不是去 也是一群那个希望人 跑到那个 是木乃伊吗 还是怎么样 我忘了 秦始皇 对吧 就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挑完之后 大概都剩八步了 剩八步 所以研究的对象 这边就一定要很确定 你们同学在宗教所在写的时候 我想在研究对象应该多数都是 这个可能 应该是说一半的人会有种经典 经典研究 另外可能就是各宗教的地理 如果过去的一个经历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就是说 因为就刚刚 刚刚院长 我们还是要带回一下 事实的带回一下宗教所 因为我想说 大家会觉得 今天好像在讲 很多的社会 研究议题 但是 其实这只是一个举例说 因为这一个部分是院长的一个专业 那我像我刚刚一直听 然后就一直在 在拉到自己的线上 对对对 我要这样拉回来 第一个研究背景的工程 根据我过去审查 我们的测试论文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同学们在做这个研究背景 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个前沿的意识 就是大家一定会知道 我一定要做一个前沿的铺沉 问题是你的前沿铺沉 我们会 就会变成自己凭空想像 我所谓的凭空想像 不是说你会自己乱写 而是你会找几本书 几本书 然后那几本书呢 一定都会有历史的交代 比如说我们在讲研究地藏经好了 研究地藏经 有关于地藏经讲话 地藏经的研究已经相当多的 这样的著作 我不是讲期刊 然后你就会选择两三本 那就够你写了 然后你就把它写下来 其实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看起来好像也是 言之作作这样子 但是就跟刚刚院长他在交代 他的研究背景 他每一句话都是根据 当时候的学者的研究 研究的一个理论 比如说他讲中美和他一遍 他要聚焦在那个2001年开始 一直到2015年这段时间 学者在这一个上面 他的一个研究的结论是什么 他是一篇一篇把他们的结果 不同的东西 然后去把它铺陈出来的研究背景 所以刚刚院长一直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阅读 然后这个阅读要聚焦的阅读 比如说他讲说他的同学写了50页 很认真没有错 但是他的范围也未免太大了 所以说 那个在阅读完之后 你就自然会有你的 去比较从模糊到 比较清晰的知道说 那我到底是要touch哪一点 比如说前阵子在看那个去年的初审 有一位同学他在研究地藏经 可是他写地藏经的布施 我就觉得有一点 不是说不可以 可是就有一点两条线了 为什么 因为地藏经 这一本经的主要的核心的意理在讲什么 你如果从孝道也可以 我们虞乱腾法会是用地藏经 可是他其实重要是因果业报 他最主要的是因果业报 但是这一位同学就是把他写故事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会觉得 他有一点 你到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你的 这相关的研究结成果吗 你找不到的 你一定找不到 然后你找不到的时候 你自己要如何发挥 当然你如果找不到 然后你自己想要去表达 地藏经里面的这一个 不失的理论的时候 一定会写得非常辛苦 你左掰右掰 你怎么样去弄出三万次来 就光是抽签你就搞不出来 更何况后面的论文的本体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说 文本有点选错 对 文本他 一个是文本选对 但是你的那个问题 密是走错路线 因为你不失可能要找 比如说六度波罗蜜里面有不失 也许 也许 六度基金 那个里面你从不失度里面可以写 大致度里面的不失度 那你可以用这个 可是地藏经就不可以 类似这样子 但是你要怎么确定 也许你根本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那到底我这个对还错 所以还是一样 你就开始打地藏经 开始打布施 这两个最主要的一个 大的范围的一个 一个关键词 打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 学者在研究地藏经的时候 他的重点会放在哪里 可能度生又度死的这个范围 就是普度众生 那你说如果我们在讲六祖坛经 那他会 六祖坛经主要的方向 会放在哪里 六祖坛经 可能自信 那个什么 无声 然后那个自信 就是看见本来面目 这相关的一个禅的物 物境 见物顿物 大概就是会在这个范围 如果你讲六祖坛经 你又说我要研究 不湿度 那也是一样方向 就是说那个问题 聚焦点 就会错误 可是 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那我还是没有办法 那么明确的知道说 我要研究这部经 哪一个方向是我可以着力点的 也就是说问题一直可以更加聚焦 就像刚刚院长讲说中美和拍片 中美和拍片很多啊 他刚刚找出了47片 但是他要研究的是 我要怎么去展现两个中美文化的互相争霸 这个才是中美和拍片的目的 为什么他要中国 他为什么要找这个好莱坞 已经那么巨大了 我还去跟他碰 可是其实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不要走出我的中国形象 所以我就跟你拼 可是我用什么拼 你也是软实力 那我也有我的软实力 我打我的成龙 我先试试看我的成龙能不能打成功 结果有没有成功 非常成功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成龙啊 你不要说 我在印度的时候我穿这件衣服 你知道大家说什么 他们不是叫我 不是叫我绝名法师 他说 Channis功夫 就是穿这一套 他们首先称我就是 你会Channis功夫 我就摆一个姿势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说 这个应该就是当时候的这个 Jackie Chen 他确实打入了美国 那所以这个论文 为什么会让国客会重视 他确实是可以值得探索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在宗教所所要找的问题 首先呢 你不要找很冷门的 很冷门的 你没办法有这个能力 那你找太热门的 那你要有把握 你要有把握 你可以超越那个人 要不然就变成你在做整理而已 所以这个一路 其实要靠什么来辨识 那也只有认真的找资料 找资料然后阅读 也只有这个唯一的法门 所以文献探讨 其实是我们在写作论文的第一步 因为透过文献的阅读 才有办法 就是说进入了问题意识 抓得更聚焦 然后聚焦了之后 你才有能力去铺陈 那个所谓的研究背景 研究动机什么目的 研究背景出来 其实你的动机跟目的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第一步 我觉得院长 我认为找资料 然后阅读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在出学者 应该不只出学者 即便是很资深的学者 也是都一定要知道说 到底现在这一个问题 多少人在做了 应该是这样 像早上那个明杰 他在我们早上就先论文 meeting 他在做那个正面静坐的 研究的统合分析里面 早出几百篇 300多篇 你知道吗 他透过各种的研究 研究的聚焦 然后去筛检 筛检 筛检到剩下9篇 那9篇才是他要用的 可是问题 他也是要去找出这么多的数量 然后再进行淘汰淘汰 那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怎么样去淘汰 那我觉得就是从第一篇 第二篇第三篇 一直阅读以后 慢慢你会去找出那一个 自己的一个 从模糊到慢慢一点点 好像曙光战线 那这个东西你不要去直接 你都没有阅读 然后直接抛一个大问题说 老师 我怎么样子让我的问题一直清晰 我这个问题也是不够聚焦 所以 研究就是自己的一个努力要非常 要非常用功 要非常用功 就是你从一个摸索 应该就是一个摸索开始 那摸索的过程里面 因为老师是你的一个 就是咨询的对手 好 那 不晓得这样子冲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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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姐妹所长的这个 的说明 那我觉得刚刚那个谁 他说他300篇聚焦到9天 要不要简单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你怎么把300篇 你的题目 你讲一下你的题目 那你的主要的研究问题是什么 那你如何把300篇聚焦成9篇 我觉得这个真的同学可以听一下很重要 我一个课题就是 就是说 我针对 我一般目前比较在旁边的训练 那我们就会上就是大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 那我的营作方法就是 系统线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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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就是针对我们做的训练一些关键红红 然后从不同的资料库去搜寻资料 面索资料 对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遂见 就是因为你从不同的资料库去搜寻 根据我们这个关键库去把这些名字搜进来 那搜进来之后 你的关键字就这么 szerp 基本上来讲的话 像这种影音的关键字 就是一个营锁的文群说营锁是什么 比如说我的营锁主题就是那个压力跟大学生 但是我们营锁主题就是大学生 营锁问题就是不要理 那再来就是说我要选择怎样的介入 这个介入的话就是正面介入 然后接着下来就是说 我们是一般来讲像这种问题的话 它是使用什么样的量来评估这个压力大学 所以说我会设定几种量表 那大部分上来等就是说 好像刚刚讲的就是说 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的营锁主题或营锁问题 第二个第三个 你要去探讨什么样的量来评论 那三个因素让它去筛选 对对对这三个因素去筛选你找到的 大量的 因为写正面镜做中西方已经非常多 数万篇 可是它因为有这三个一个是大学生 如果这一个研究正面镜做针对的 呃病人是是病人 假设是那个癌症的 他的研究是癌症的 问曼青疾病了 那这个这一面你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怨 因为你打正面 那就跑出太多 所以他必须再透过别的条件去把它淘汰淘汰 然后剩下就是他要的是不是 就是说我们就是设定的这个 这个三线子就是把这个无线拖进了 那三百多边你没办法去拖进 好像太多了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三线子的同期 我会设定一些到最后要纳入的一些标准 然后我们再分析这个新纳入标准 把我们从这个资料部搜索进来 三百多边的线 分析我们所设定的纳入标准 就是再去评组 然后最后评组最后 再写到最后 评织的左边 嵌入到 那三百多边你听不懂 对 好非常谢谢您的说明 一样我这边有设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中美国派遍 那你去搜那个国土那边搜 中美会打下去之后 大概搜到就是 那个时候搜到其实不多 因为做这方面研究的人 不续很多 不是很多 这大概是当时的情况 第二个中国形象就很多了 中国形象特别是 大陆的形象会 蹦出一一头拉脯的中国形象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开始挑了 反正跟中美和那边无关的中国形象 你把它扔掉就好了 对不对 你可能有什么 其他的那种展现了中国形象 我们刚刚一直 只要 你看他摘要就可以了 你再读一下这个摘要 那摘要一看他 跟我中美和那边 要谈中美的形象无关 你就全部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好 海洋可以打下去也不小 也不小 那一样 我也还是要聚焦在 中美和那边 对 如果你看他摘要 跟我这个主力是无关的 大概就把它剔除掉 另外最后一个东方主义 为什么会蹦堵一个东方主义 这个是我待会要讲的 我待会要讲 好 所以这边很感谢 那个 全民主义 跟明杰的这个 这个补充 我现在的部分大概就讲到 这个研究的动机这边 然后这边 我刚才讲的就是 这个 这个不大一点 这个 这个我们就是 调了这八部 这八部的原因 跟时间点 我大概也讲 所以刚才 丁丁丁也提到 如果你们在宗教所的话 变成说他刚讲那个同学的例子是 应该是他 挑的那个文本 好像他探讨那个重点 好像不是那个金的重点吧 不是那个金的核心 所以你对 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研究者自己本身 可能 应该是书没有读的太透了 应该是这样 所以一开始就挑错了 挑错 OK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接下来这边 研究的途径这边 我大概会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 这我大概会比较恶要来讲一下 就是说 像这方面 宗教所方面 你们大概 好像社会科学 他大概都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的取迹 这样子 宗教所这边也是会 比如说你要谈 我们大概就是诠释 对 诠释 对 对 然后就会用 或者是文献分析 对 对 大概就是这几个研究方法 对 对 我这边的研究方法是 就是说在我们研究这个 我们社会科学 在研究电影的时候 有人提出这样的分析 意识形态的分析 OK 没关系 我还是先讲那个 我还是先讲研究 研究理论这边好了 我这边还是先讲一下研究问题 我就是说我准备用这几个理论去看到底 现在中美合拍片 他到底那些形象是怎么样 这些形象到底是不是受到好莱坞电影对他者 这个大概我会解释什么叫他者 然后的影响 或者说中方可以透过这个中美合作的方式 去影响中美合拍片传达的中国形象 也就是说 中美合拍片呈现了中国形象 是否还是从中方主义的观点去看 把中国看的比较落后等等等等 专制 还是说 好莱坞电影基于这个中国电影市场 这个庞大利益 已经对中国的形象已经变好 这大概我的研究问题 大概我的研究问题 那同情再看我的研究的题目 最后的 最后的那个题目 我是说 我是要从这个观点去看就对了 其实这个观点的意思就是说 他看出来事实上 还是把中国 把他看的是比较负面的一个形象就对了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文献探讨 那文献探讨 我这边跟同学在交代一下 其实最早在提案的时候 我的文献探讨的第一解 事实上是谈 中美核拍片的一个发展历程 但是投稿的时候 因为受于字数的限制 不能超过两万字 所以我就把我的第一张 第二张文献探讨的第一解 中美核拍片的发展的历程 我就全部把它删掉了 因为没办法 因为学术期间顶多接受两万字 所以一般来讲 你这边还是可以再加一个第一解 你就把中美核拍片最早是从 第一步从什么时候开始拍 把它做一个序列的一个回顾这样子 把它做一个回顾 那这边大体上这个背景资料的铺层 还像这种如果说你的标题 中美核拍片的这个历程 大概是数比较多 评大概基本上是比较少 但是我大概会提到 如果有人有写过有关于中美核拍片的论文的话 那你就不能指数不评 你一定要评他的文章 这个你要指出这个文章的优点跟缺点 你一定要先指出来 他处于哪些领域 那为什么 如果你去说假设 这些年 我因为是这几年写这几年文章 后来都有人找我审稿 就是那个什么 而且那个大陆流行那个音乐那边 过了十年 有人在写现在大陆的那个流行诚业 他们还是回顾 文性回顾的时候 还是会去回顾我那篇文章 我现在回头看就有意思了 有人回顾的时候就有评 就说这篇文章在十年前写的时候 他注意到什么样的现象 但是目前的现象已经发展到怎么样 是该篇文章没有注意到 我现在想说你写的很好 真的是对我文章已经有评论了 他讲的很好啊 我十年前写 就是关切十年前的东西嘛 但是如果你写的时候 你引到A或B的文章的时候 你只写说这篇文章注意到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啊 不错 怎样怎样都没有评论 那表示你这个文献探讨是有问题的 你没有评论 所以文献探讨 我们大概要回到那篇文章 他跟你强调一点就是 文献探讨这边一定要指 一定不能指数不评论 数就是说 叙述 叙述 还要有评论 评论一定要指出 他的优点在哪边 那他现在 他的这个文章的缺点在哪里 所以这样你才能凸显 你为什么还要在写一篇 感觉要题目研究处理的问题 好像有点接近的论文 你为什么还要研究 你的问题一直才会跑出来 那我这边的这个理论 基本上是比较是在这个数的方面 我这个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可能你们也不见得会用得上 那简单来讲 就是这两个都是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那简单来讲 他就是说 他把那个 这个意识形态 他分成有压制性跟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 压制性 一个跟意识形态 那压制性是指的 像这有形的 军队警察这些东西 如果你这个 警察 如果这个 法律可以惩罚人等等 对 这是等于是从国家 国家这个机器这个层面来看 国家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 那国家是不是就只靠这个东西 如果完全只靠这个东西 那就是集权国家 对 但是 所有集权国家 是不是也会从这个东西来影响你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国家定 他这个阿托承 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学者 所以他一直在关切的这个问题意识 就是说 国家是怎么去载制人类就对了 我太多教了 他说 你念这个干什么 念这种东西不好 我说 我念完之后更了解了 统治者怎么样去统治我们 就对了 好 那这个 意识形态国家 其实就这个东西 这个 宗教也算 道德伦理 传播媒体 文化 意识形态东西 对不对 意识形态你说 两岸关系 有人说 九个工程好 有人说这个没有用了 这是统一 有人说要一变一国 那就意识形态 然后你就发觉 蓝额绿也有用 你就够不起来了 大家都说 我爱台湾 这就是意识形态 真的没有的事 其实也没有答案 这就是意识形态 是这样的 好不好 那是不是国家也会用意识形态 来影响老百姓 当然 当然会影响你 对吧 这一定的嘛 好 另外这个就是说 我就会带到 阿图斯的这边的 意识形态 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然后我也会 你看这边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那你这边你看 你如果要写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 阿图斯的 他讲了 这意识形态国家制 跟压制形国家制 你要写的巨细密 不可能啊 因为你这个是在讲电影 所以你就要很快的切入到 跟电影有关的 所以我这边很快 我在给他两段的时候 我就切到我这边来了 我就要切到跟电影有关 好不好 就当你在写这个文献探导的时候 真的要写到重点 写到重点 不用写的包山包海 好不好 那这边我就带到这个电影 因为电影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好 这边 然后这边我也提出 阿图斯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不足之处 这个他在解释的时候 还有不足之处 所以我们也提出这个 另外这个学者 这是一个意大利的 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他提到这个文化争霸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 那他的意思也是说 这个这种霸群曲折 不能只靠这些单位 还要透过这个媒体 宗教家庭这些 塑造一套道德共识的价值标准 这样子 OK 那大概这边就是我会引用到这个 引用到这个理论 这两个理论 来分析我这七部 七部文本就对 好 那我刚才跟同学提到 就是说 我在观念词时候 我也提到一个东方主义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 简单来讲 这是一个 萨伊德 他本身是这个巴勒斯坦籍的一个 美国学者 巴勒斯坦嘛 就跟以色列 那他写出了一本书 那他里面就有提到就说 东方的学者 在帮东方在发言的时候 事实上 他往往都是去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东方 他本身没有去回到他关心的东方 所以等于说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 他这个 现在这个学者之所以会这样讲 他当然是有感而发 我们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的声音 特别在台湾受到这种美国 跟英国这种国际传播的影响之下 我们对以色列都好像是比较 持正面一点 巴勒斯坦你看每次报道之外 就是他们在打那个 前几天又在打那个飞弹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去看卡达 卡达那个电视台的话 半岛电视台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巴勒斯坦的形象 可能跟你美国媒体看到的 巴勒斯坦的形象就完全不一样 那塞德意思就是说 这个因为受到这个殖民的影响 殖民者被殖民者往往 他在讲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他会从殖民者的观点去写 自己的故事这样子 那这个他叫做东方福利 那这个其实是从以前那个时候 石均东征这一千年来 他们基督教跟那个伊斯坦文化 不断在争斗的过程里头 他认为导致现在很多中东学者 他们自己在想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他们往往用西方的观点去看他自己的故事这样子 用西方的观点去看东方的故事 所以他把它提出来叫东方主义这样子 那我当时讲说这个东西 好像用来解释这个中美和派片也蛮合适的 我后来发现确实有一些和派片里面 还是对中国的形象还是比较是比较负面的 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符合这个东方主义的一个观点这样子 OK 好 那接下来大概就到研究方法 所以你说文献探讨 文献探讨 我刚刚说 第一个是我把那个省略掉了 中美和派片的发展历程我把它拿掉 那另外我大概就放了这两个 那其实这个 这样这一篇文章很像应该两万字了 其实算也是很多 大概也放不下其他人 研究方法这边我大概就是交代了研究对象 那第一个我想 定义的界定很重要 这个可能在宗教的时候更重要吧 定义 你到底什么叫 你讲了半天 那到底是什么中美和派片 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过去看同学的论文也是 同学的论文一开始写的时候 那学的很顺啊 都忘了 对啊 你这个题目你这个定义是什么 最近有同学昨天晚上口考 他写运动电影 我也是有特别的 昨天的口委有人问他说 那请问你是要把运动电影 稍微再界定一下 什么叫运动电影 这运动电影是 sports 还是怎么样 你这个这个要把他界定 那这个运动电影是 是已经有被一个约定成熟的概念了吗 还是说没有 那当然同学说好他回去再爬梳一下 第一个好那我刚才解释 就是为什么我们观察时间点是2001到2015 2015是后来因为我更新文章的关系 所以设定在2015这样 但是2001年我这边有讲很清楚啊 就是说从那一年开始 中国就开始推要文化走出去 文化走出去 所以我会设定在2001年开始这样 那我刚才提到就是为什么会从47步 47步只挑了8步 是因为这8部电影里面 就是有只有谈到东方跟西方 其他的并没有 那在研究方法方面 我提出这个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分析 我这边主要就是在讲 这边给他看一下 他提到就是说 我们检视电影文本跟社会政治的关系 然后看看他的内容对社会的影响 对文本的一个政治的潜意识 去进一步的挖掘 所以这个阿托斯提过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 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 电影的时候 我们那个阅读 就是我们看电影 看电影 看一般人看电影 大家就躺在上桌上看 很轻松的看 你不会很有带的问题意识去看 只有你在写论文的时候 你才会聚军位的人看 我这几年 因为我们那个潮流手那边 西藏老师也都比较少参与授课 反正变成是我在处理比较多 同时我看那小个老师 他们都一期一一想要找点毕业 所以他们现在这几年 找我写电影 我说好那你就找一部电影 对 那他们现在找的电影 大概都会结合他本身的专长 那昨天晚上那个口识同学 他是体育老师 所以他就挑了一部电影 是有关于打篮球的电影 他去探讨 这个电影里头在讲 教练跟球员之间 球员跟球员之间 他们面临到一些压力紧张的时候 怎么去把他排除掉 那他昨天也在文献回顾那边 也提到就是说 他说第一部运动电影是2005年开始 到目前大概他整理有17部 有关于运动的电影 然后他在整理的时候 他大致上整理起来 大概都是按照 他的表格大概按照 有什么 篮球类 棒球类等等 那昨天我们委员是跟他说 这个样的分析 是只是低层的分析才不太够 对 表层的分析 你应该在深层的分析就是说 这几部电影大概是探讨什么 对 对 那昨天 这边可以 这边我可以上我的LINE 没关系 我用讲了 昨天他进一部的这样看 他的17部电影里头 我们就大概给他分了几倍 他有CANON 我说CANON当时很多人写过 就是探讨国主意识的电影 然后另外他说也有探讨一些正能量等等 都是正向 都是比较正向 早期拍的都是这样 或者像CANON那种用国主意识来谈他整部电影 这部蓝球电影是最近才开拍 这部电影就比较细微 注意到 其实 其实 运动员 体力员 他有时候面临到 承受到很大的压力 但是你如果早期看到CANON电影之后 他不会一看到这个运动员本身 特别是那时候是被殖民者 被殖民者去那边 他的那个内心的感受等等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 因为那些人也都过世了嘛 你要去访谈 你要去拍出当时这些被殖民者去日本参加 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 是很微妙的形态 是非常没有很微妙的形态 但是我想魏德胜大概也没办法处理这个疫情 因为人都走了嘛 你所有人去访问当时他是什么样的形态 这个很奥妙 那现在这部他探讨的电影 就是说 他开始是关心到 运动员本身的内心的问题就对了 往内心这边发展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意思是说 过去的电影探讨都是比较大的疫情的 或者是比较正向的 好像就是一群人本来这个成绩不怎么样 后来很厉害都打你们 这里面都没有一些什么 球员跟球员之间的摩擦 知道教练跟球员的摩擦 他通通都没有 都很棒 是吗 这部电影就是来看的 其实没有了 其实他本身面临很大的问题 对 那我觉得 所以昨天后来我们三位 口尾都给他蛮高的分数 说这不错哦 这开始去注意到 过去这种运动电影 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对了 那当然这个也第一个就是说 这部电影 两年前才上映 然后也没有人写过 所以基本上刚好 晕连记录 所以就这样 应该用这个 OK 好 OK 我们休息一下 我把这一段讲完 所以他讲这个 郑厚迅的阅读就是说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还要看到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 那些在文本表面上没有外露的意义 要隐藏在印刺形态里 大概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 说在我想在宗教所来讲 你们在读经的时候 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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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这个大概 这个研究的方法大概 我就先讲到这边 OK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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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